我們還是要宣布 就是要離開 Jam Blue 的成員 Vicky 蓉蓉 還有 畢董 你記得 在拍《未來少年代》的時候 我有跟你講過 你只要把團長的職責做好的話 你一定可以生存下來 這句話你記得嗎 我之前有跟姓明跟你比較過 什麼身高 什麼Position Rap 各種實力 你都其實趕不上他的時候 你只要把你現在的領導人 這個做好的話 你一定可以成功出道理 我有跟你講過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有 那 我再問你是這個 你覺得你有做到這個事情嗎 因為其實來到韓國之後 每天都有在想淘汰的事情 所以 當下真的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好像就沒有這麼的突然的感覺 確實自己有不足的地方 我也覺得經過這一次 感覺是一個很好的成長 因為我們現在看這個分數嘛 其實明顯 進步當然是會有進步 那 明顯 Boco的部分 會影響太多的東西 應該你自己也知道 可是是看得出你的進步 我覺得你應該成長了蠻多的 連這種 心態啊 這種東西 我覺得講話 可能 我不知道 可能是個性還是怎麼樣 講話當然也要有進步 可是 現在最大的問題真的是 Boco 因為 知道 自己的實力還沒有到 這麼的高嗎 所以會覺得說 這次就當 經驗 經歷就好 要為自己負責就好 有經歷做就好 來到韓國之後 有什麼不一樣的改變嗎 對你來說 一開始是會覺得很迷茫 就是 我 到底來這邊 我是對的嗎 我想做嗎 我在做什麼 然後 慢慢的到後面 我覺得可以 越來越清楚的 知道自己好像 真正想要的 跟 喜歡的是什麼東西 這一陣子思考了很久 然後 然後 也有一直在跟公司溝通 就是 其實我覺得 我 嗯 從很小開始當練習生 然後 一路到現在 其實也經歷過很多 開心跟不開心的事情 然後 來到了韓國 就是 我覺得我 越來越 清楚 然後 越來越知道我自己 到底 想要什麼 然後 嗯 所以我其實也有在跟公司 溝通 然後可能 想要 先 沈澱一下自己 然後 可能往幕後 然後還有創作 這一方面 先 嗯 多去 學習 對 我現在往好 我現在只能 當然是往好 因為我們不是什麼敵人 那 你又這麼年輕 那 因為自己的人生 雖然 你也知道公司立場 其實是很尷尬 然後 很多計畫也會有變 那 還是尊重你個人的想法 然後 因為我真的相信 你應該是可以做到 你講的那些東西 所以因為這件事必懂 你講這些話 可能公司才會 像大綱啊 我睡覺跟他聊嘛 如果別人的話 我們就覺得是個夢不很好 因為是你 所以 決定 就最終你的決定 是這樣子 所以 希望是 就是 之後 不是後悔的那種 我們看到 對 然後真的是 做好 那我們覺得我們 這樣的決定才是 對 好的嘛 謝謝 謝謝 謝謝